引起了廣大的影響 因此2017年到現在2018年 由成功大學的李光榮教授接手 在科技部的全力支持下 持續進行台灣科普廣道列車活動 這台列車共有四間車廂 等一下開幕式結束後 就會從這裡排除 用用天時間環島一周 讓全台各地的小朋友 都能接觸到這些有趣的科學表演 今年 洪湖 蘭嶺 小琉球等 福島地區的小朋友搭船來台 新闻的小朋友也搭起來台湾 入海空接軌 參與科普環島列車活動 期待大家都能帶回滿滿的收穫 感謝今天有這麼多貴賓 白白之中充共參加 台灣科普環島列車活動的開幕式 現在由我為各位介紹 首先是活動的指導單位 科技工程兩級部長 周六韓次長 活動共同主辦單位國家實驗研究院 王用何院長 交通共同台灣田國管理局 朱萊順主任議員 以及最辛苦的計畫主持人 成功大學的李光宏教授 另外立法院也有多位委員熱情支持 為各位介紹 陳婷菲委員 黃國書委員 陳婷菲委員 李林森委員 蔡婷菲委員 高麗陸佑菲 蔡婷菲委員 現在我們的神秘嘉賓 即將抵達會場 讓我們以最惡劣的掌聲歡迎 臨時